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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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命理五四知識的分享單人 來分享一位同學來問 據說庚子人 在歷史上的庚子人都有一些大的災難 來問顧問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顧問研究的姓名寫二十幾年 然後有發現庚子人這一年 對於中國人大部分的大姓 主要有開始跟木字邊有關係的 或是草字邊有關係的 或是鍋 那有蛇邊有蛇形的 大部分在庚子人的先天印就會比較差 尤其前面的一夜到二夜 一二夜的時候就恐怕會遭遇到一些挫折 然後有一些感染 為什麼呢? 因為庚子的庚 庚心為金 老鼠 就是一個金老鼠 那這個金就把木砍掉了 就產昭滑鐵爐 你的一些計畫啦 思想啊 因為第一個字 想的是先天印 先天的一個經典真天的一個印式 還有你頭腦想的 都會打折會夭折 沒有辦法如計畫 然後有夭折有中斷的一種坎坷的一種命印 那加上呢 老鼠 老鼠遇到木呢 在五行呢 木呢 換算成地支的話 是為兔子 那氣頭一氣 差三 叫行科 老鼠遇到兔子 就是搶歐 老鼠會搶兔子的歐 那也就是像感染啊 這一類的 你的大腦呢 你的今天的腦 第一個字是腦部 只思考 你就被搶歐了 還有你今天呢 一整人 在身體上面 有被搶歐 那就像感染了 病毒的感染 就類似搶了你的歐 搶了你的肺部了 所以 這些姓氏 這些的大部分呢 我們中國人呢 幾乎有三分之二 幾乎占幾大都是 都是有木之邊 所以被砍掉啦 中斷啦 就是慘招滑鐵爐 那加上什麼 那又搶歐 就有感染 所以 大部分在庚主人 先天應呢 就對人類呢 對中國人來講 來講 就比較呢 麻煩 在性命學來講 是這樣子的 那大家也不要恐慌 因為呢 第一個字呢 是先天條件 第二個字是 過程 第三個字呢 是結果 不是第一個字呢 就可以決定的 所以主要我們呢 人應對的好 所以今天呢 有災難來了 我們會預防 我們會採取策略 所以我們呢 在人方面呢 會去努力彼此的關懷 跟照顧 講道德 講道義 互相的一個資源 在人方面呢 人和 加上地利呢 我們做得好 就可以抵抗天災 天死 所以 最重要的是 棍受天然地 這先天呢 我們呢 中國人呢 這個姓氏 以姓名學來講 遇到一個金 砍木 那又老鼠遇到兔子 搶鴨 老鼠把兔子鴨占了 所以 自然 我們在一夜 二夜呢 就會遇到這樣的一個什麼 一個疫情 我相信呢 以我們人 人和 互相的關懷 人的智慧 跟農曆 一樣呢 可以過了 度過這個難關 度過這個難關 那當然 庚子蓮 比較有一些災難 我們 顧問是 傷性的 用姓名學來看 是這樣子的 那一組微斗是看 我看過 最近 看過很多人 大部分的農曆一夜二夜呢 都盡量 好像要 要跑醫院 或是 被隔離 或 也就是說遷移工呢 不自由 沒有辦法 自由的遷移 再加上 今年呢 庚子蓮的庚 天童化祭 天童是一個 遊樂心 年輕的心 古堡的心 所以今年呢 遊樂二夜呢 玩呢 這方面呢 的運勢會比較差 因為天童化氣 那太陽呢 化露呢 主要說太陽化露呢 就是陽光出來了 就順了 就順了 那太陽呢 化露呢 太陰化科 也就是說 露夜呢 要運轉 白天呢 出來工作 晚上呢 好好休息 那我們還是有人幫忙的 那個陰化科 也就是說神明呢 看不到的神明呢 會來幫忙 那太陽呢 就是我們有愛心 我們依附了人人 發揮大愛 照顧所有眾生 我們會一切都順暢 所以大家呢 不用緊張 我們就是順天 天這樣的一種災難 我們要知道 人類厚福無常 那人類都是這樣子 無常都是跟著我們 可是讓我們的太陽照顧眾生 那種大愛 就可以化解這一份的一個災難 所以人一定要究竟舍己為人 有慈悲心 一切都會順暢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第一個當然 我們來分享命理的知識 顧問就分享到此 接下來 我們要進行 聖道知識的一個分享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